大马路上男子站在路中间 看着对面趴在地上的女子 像狗狗一样爬行 男子看似在监督一般 站在原地看着雪狗爬的女子 女子从对象一路爬 左转车辆还要闪她 直到她爬到对面的白色车子后 小跑步上车 让停等红灯的汽机车驾驶 全部看傻眼 事发地点在台中福克路和福安路上 28号早上11点左右 假日时间接近中午 车流量大 这对男女疑似因故吵架 男子要女子雪狗爬 毛上钥匙 车辆视线死角没看到 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早上天气很热 然后博物路很烫 不太能到 很不舒服看着就觉得不舒服 很奇怪 很猎奇 非常夸张 而且是成年人 一个女生在马路上爬 这个我想大家都 都不会做的事情 民众满头问号 路口上方 明明有天桥 却依似吵架 在路上 雪狗爬 站着走 都容易因车辆A柱被撞到 何况是像狗狗一样爬着走 实在太危险 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与道路中 息息注意防害交通 那本所 目前尚未接过任何法案 警方说 路上雪狗爬的行为 最高可罚500元 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恐伤了自尊 也伤了身体 第一篇新闻 陈书贤 李陈佑领轩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